新年正式由童花盛开的季节 而水里香先前都会举办客家童花季的活动 但今年因为疫情停办 虽然活动停办 但俗称了五月雪的童花 花矿相当漂亮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客家庄的五月雪 盛开的时候 童花季 在这边 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些活动都停办 不过当地的童花 也不会因为疫情而影响 所以都开了满三片 也相当的漂亮 在这边如果我们的好朋友 可以利用假日 或者平常空闲的时间 到水里一折坑 或者这个新兴的这边客家庄 都有相当漂亮的童花 可以欣赏 新议员谢明某表示 以往都会举办大型的活动 来吸引人潮 前来赏花 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 但目前正值花期 谢明某议员也欢迎大家 可以前来欣赏五月雪 每逢这个季节 我们都有办童花季 邀请各位乡亲 喜欢看童花的 能够借着活动的举办 来欣赏我们这边童花的花海 但是因为疫情的严峻 所以我们现在今年 我们水里跟鱼池就没有办这个童花季 但是这个虽然活动没有办 但是这个花海依旧 希望到水里能够到明河村 到鱼池能够到我们五成村 或者到新能村来 这个童花都开得很漂亮 童花盛开掉落下来就像是下雪一般美丽 虽然童花季停板 但童花依然相当绽放 医员们也欢迎民众前来赏花 记者邱平逸 学理采访报导